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将 我 唐将 我 我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 你一将就打过来 我又差点死了 我柳云轩不怕死 我要跟你们斗到底 你 柳哥 柳哥 是你吗 柳哥 宗林啊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宗林 宗林 柳哥 宗林没事吧 柳哥 你不知道 柳云和太太他们要杀我 黑哥在我头上放了一枪我跳水里了 我吃点什么都没有了 好几天没吃饭了 柳哥 我连要饭都不敢 我可怎么办啊 老混蛋 我就是这点钱了 你拿去 赶紧跑 柳哥 老公 只要我还活着 我一定找柳云这个老狗报仇 柳哥 柳哥 可我现在怎么办啊 我去哪儿啊 白风寨 被灭了 我稀里糊涂被 装了进去 唐井 受伤了 你别回这里了 别回这里 福林 哥求你一件事 你 一定要找唐井 你见唐井 一定要跟他说 我柳云轩 我这辈子 我要帮唐井 我要帮唐井 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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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轩 这次打白风寨 让你受惊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实现告诉你吗 请柳爷指教 我是怕你撑不住气 我知道你有胆也敢玩命 可是 我告诉你的话 你只要脸上露出一丝慌张 那就是全盘结束了 知道吗 管家 都不知道这个事 我让管家跟着你一个人干 我又交代黑狗 专门让他只对付唐井一个 我也交代旺财 令着全体家庭 枪一响就往里中 我可是做了一步险棋啊 这是全盈了你的 玩儿胆 玩命 这就拿你一个人一条命 让全体家庭 配合黑狗 把唐井 灭了 灭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过来吗 得让你宽宽心 柳爷又交了我一招 这一招可能我会一辈子受用不尽 歇着吧 玉京 我是想 让你今后 跟着我干些大事 谢谢刘爷再陪 刘爷 没事我先下去了 好 来 收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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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钱 都听着啊 收脚匪废了 一户一份 每户一块大洋 收钱了 收钱了 这柳爷呢 把白龙带给灭了 好了就柳阵的一方安宁 赶快交钱吧 交钱 当家的 你可是瞒着我办了件大事 厉害 你就是一头打盹的狮子 一睁眼 就把唐井这头狼 给吞了 说是狮子 笑看我了 我不只是厉害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 卧龙 我笑咪咪地杀人 他们差得远哪 你是卧龙 二十多年了 你躺在床上抽大烟 也不给咱柳家庄园 弄一个龙子龙凤来 你就见不得我高兴 我是想让你高兴 我今天啊 给你办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是 太太 您让请的大夫到了 李大夫啊 柳爷 太太 两位发财啊 李大夫 请坐 这 这位是 我已经打听过了 他是省城的高人 听说啊 他有异决 这是哪来的界限呢 他治不了我的病 他要能治 我就是大夫 我当家的 他想养个后人 这个病啊 只有你能治 这病我治不了 我真治不了 李大夫 这个钱你拿着 这 这 这个病只有你能治 你有绝活呀 当家的 我得给李大夫 商量一下药方 这六副药下去啊 你的病啊 准好 真能治啊 你的病能治 我说能治就能治 好 当家的 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好 好啊 我就信你一回 我留爷这回 所以要是能够老年得子的话 那一定是 观影娘娘 对我的恩赐 太太 柳爷这病 就是神仙也治不了了 如果退回去二十年 我还敢试试 可现在嘛 柳爷这身子骨 早被大烟给逃空了 哎 这病啊 是治不了了 这钱 我不能收 李大夫啊 治好治不好 我都不会怪你 太太的意思是 你只要动动嘴 你逢人就说 是你治好我当家的病 明年开春 我当家的准生个儿子 是我当家亲生的 你就这么说 这方圆五百里的 你说的话 谁不信呢 我明白太太的意思了 六福温补的药 这好办 我立刻让人送来 六福温补的 柳爷的药已经灌照下人熬好了 也让柳爷喝过了 柳爷的病啊 一定能治好 我已经花了大价钱 请了省城的高人 抓了六府要 你关照一下 让下人们见了柳爷以后 一定要说 您的气色好多了 好的 太太 柳爷 难得这么早起 您这两府要吃下去 气色可是不一样 什么感觉 好多了 您现在的气色一下子融合了 您现在的气色是白领的透红 柳爷 您这气色前两天好多了 真的吗 对呀 您这气色一下就翻过来了 现在您这脸是白领透着烦 你看是不是 可不是 柳爷 您这气色一变了 我们这当下人的都高兴 对呀 你说我气色好 我就来神 慢点 慢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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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爷 您今天气色可真好 吃了什么神药了 你都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这一下子白里透红 红里头透着紫 紫里头透着精气神 你都看出来了 好好好 看了我的药还得吃下去啊 吃下去以后精神气就是不一样 那我让李大夫 再给你开上十服药 为了你这个病啊 我不但花了大价钱 请了沈臣最好的大夫 嗯 我还查了很多的医书呢 哦 哈哈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你吃了药 不能喝酒 哦 这是要忌口的 哎呀你真是我的好太太呀 哎呀你真是我的好太太呀 咱俩得说说悄悄话 在这个庄园里啊 我把你啊 当成贴心人了 知道吗 大姐 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 小四啊 你是闯江湖的 走南闯北 你跟大姐说实话 总会有个相好的吧 大姐 看你说的 你也知道 我从小就失去了双亲 是西班子收留了我 除了唱戏啊 我什么都没想过 来来来 快吃 大姐 您要是有什么事 就尽管问吧 小四 你要是有相好的 告诉大姐我 我帮你 用我的马车把你送出去 我就说 你去穿穿门儿 穿穿亲戚 然后 你跟你的相好啊 我真没有相好的 那我就不信了 你唱戏 又是个明觉 总会有个 小白脸盯上你吧 你要是能给柳家庄园 生个后人 那你就是菩萨奶奶了 呗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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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吗 商量一下 怎么才能设计个好套 套 这事不急 急也不成呢 我可是个寡妇啊 替人抱孩子 还高兴得不行 还高兴得不行 大了大了 孩子还是别人的 大姐 你说的话 我真的听不懂 你听不懂得好 哦 但你要知道 我守了一辈子的活寡呀 我去 刘婆子 去叫四太太过来帮忙 是 云轩 你觉得这间房怎么样 行吗 挺好的 很干净 也很敞亮 谢谢太太 云轩 冬月是四太太的房间 夏思儿 大姐 我把云轩安排在这间屋子里 你帮忙收拾一下 谢谢四太太 我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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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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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怎么回事 太太 把咱俩安排住这 咱俩就隔着一堵墙 这安排太好了 我觉得不对劲 不管他 你带我走吧 去哪都行 跟你要饭也可以 我会带你走的 不会让你要饭的 我会让你这辈子 跟着我舒舒服服的 享福 你不认 我得还一个你的孩子 自作真的不得好 这个是 他们下的一个套 不论是不是他们下的套 我太喜欢你了 你没有发现 我是真的爱上你了 你是故意的你啊 我就是故意的 怎么样 给我心中的女子 那也不就得死心塌地了 我对你还不死心塌地了 我连死都不怕 你还想我怎么样 你坏了我的孩子 我就不会让你死在我前面 不不许说死 你不是说咱得活些去吗 如果真还上了孩子 我会一口咬死 是柳妍那个老东西的 自作 那你得让我一辈子牵挂着你了 就得一辈子牵挂着我 如果你要不牵挂我 你对不起我 你得让我出锐 那我才是够的 结果 你不许说不许说得不许说得不许说 你不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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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 我 小瑟啊 来来来来 快 把门关上 来 坐 来 坐到我旁边来 小瑟 咱俩 又该说说悄悄话了吧 什么悄悄话 你看小瑟 你的脸色 粉嫩粉嫩的 光滑圆润 你还真行啊 本来啊 我想把你送到外面去 按照我的意思办 没想到 你都成了 什么成了 你这个小狐狸精 都做了回女人了 你比我强 你真的比我强 你刚刚进了柳家庄园 就做了回 风流女人 小瑟 实话告诉你 昨天晚上 我一夜都没有睡 你说 你说怎么办吧 大姐 你想怎么办 有些话呀 我不能点得太清楚了 你是个聪明人 点得太清楚了 会要死人的 我现在手中 攥着两条人命 柳家呢 得有个后人 你必须替我生个孩子 要不然 怎么保住这两条人命 还有 你得千万小心 别让人察觉出来 否则 别怪我 下毒手 知道了 黑狗 叔给你办了件好事 走 相亲去 到哪儿相亲去 叔都给你办好了 走吧 叔叔你先去 你回头把地方告诉我 我得回去收拾收拾 今天是哪位爷 急什么 怎么能不急呢 他人怎么样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我这着急呀 走走走 管家爷 您早到了 我把菲菲领过来了 菲菲 哎呀 爷 你也不想我 讨厌 去 去那儿 安 哎呦 哥 我介绍一下啊 还有你介绍啊 这不就是黑哥吗 这在柳镇 可是远近闻名的人物啊 我们可是老想好了 叔 叔 这就是你要 给我介绍的媳妇 没错 既然你们认识 那咱什么话都说了 老宝 说劲 你们哪位爷看上我们菲菲 要为他赎身呢 这爷 咱爷们这么大岁数了 还是个光棍 想好了再说 这事 我包办 黑狗是我的新侄子 我得给我侄子成个家 明白吗 那 黑哥 你喜欢我吗 要是喜欢的话 就把我娶回家当媳妇呗 当他妈的屁 叔 我娶媳妇是成家 你这狗笨什么狗屁事这是 吃吧 喝吧 黑哥 你别说话 别说话 别别别 别说话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我告诉你 你别骗我 管 管家爷 昨天晚上是在我们家院子里 是 是啊 是啊 他昨天就在我房里呢 别别别 没错 我跟你说 昨天我在菲菲那儿 菲菲啊 不错 真不错 老子 老子找的是媳妇 不是婊子 我只配找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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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抵达 哥你知道吗 今天 我差点 把管家那老小子给 弄死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老小子会给你娶媳妇 他就是想利用你 他成不倒翁了 拿个垫背的 我跟你说 你还真别跟他结仇 没准他现在就在算计你呢 你动动脑子 我就和他结仇了 是 这么点事 我给你露个底 老小子 想害你 刘哥 去 来 子祖 我跟你说 我在这庄园待不住了 我得离开这儿 你不能走 你带我一起走 那天我说 你现在庄园里待着 我一定会把你带出去的 啊 那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说不准 很快 刘哥 你待在这儿吧 只要让我天天见到你 我就心满意走了 你听我说 你就先呆在肉园里 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嗯 等找个机会 我就救你出去 啊 啊 福贵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 管家爷 我什么都看见了 嗯 看见什么了说 我 我 你什么也没看见 是我看见了 对不对 对对对 管家爷 是您看见了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看见柳师爷的人头 这么快就不见了 这是大事 不得了的大事 得死人 来得太快了 谁呀 那么急 真是 太太 我 什么事啊 我我 我 你快说呀 我刚睡个回笼觉 你就把我吵醒了 太太 我 我 我在寺太太那看见柳云轩了 你看错了吧 没错 千真万确 太太 这可是大事 我说你看错了就看错了 这柳家庄园出了这么大的丑事 那是死人的 绝对没有看错 管家 你是老眼昏花了吧 我 这事 可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你回去歇着吧 哎 管家爷 您说话呀 这么大的事咱不动手了 咱不动手了 咱不动手了 哎 姑姑 啊 这件事就此打住 你要是把这件事说出去 你的脑袋可就没了 我知道了 管家爷 我不跟第二个人说 我绝对不跟第二个人说 管家爷 漂亮 哥 你现在的枪法是越打越准 我发现你干什么都有一股狠劲了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唐井那小子打你那枪呢 不是 我不会死的 不过这几天你要小心点 不是 我 我小心点 管家 他会害你 真的 所以你要找个机会把他威风打下去 你这一关就过了 那 那你说就这几天的事吧 对 也就是这几天 哥 我真服了你 你还会算命呢 我不会算命 反正这几天你小心点 行 我听你的 这小子要是跟我玩阴的我干掉了 什么干掉的 是给他点颜色看看就行了 你把他干掉了 你给柳爷 还有太太那边 怎么交代 我明白了 将来我再遇上过不去的坎儿 我再找你 你再给我支个招 好 就这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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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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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 飞飞呢 飞哥来了 好些日子都不见你了 怎么大白天就来了 把飞飞给我叫来 我挺想的的 晚上没空 飞飞出了点事 黑哥 你能不能帮帮她吗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飞飞让你们管家爷包了 一个月才给那么一点钱 还要折磨她 飞飞的眼泪 简直是往肚子里吞 她都不敢吭声 那管家是不是把飞飞带出去了 可不是吗 行了 我好好帮帮我那妹子 别管了 哥 你算得太准了 我们俩现在就掐起来了 为什么事 什么事都不为 反正我就和她掐起来了 我就要她那条腿 我让她以后瘸着推走 那她 要先要你的命 哥 整个柳家庄园能要我命的 只有柳爷和太太 还有你 可 可 可你不是我哥吗 你能跟我玩阴的吗 你以后再办什么事 你先动动脑子 我不动脑子 我动什么脑子 动脑子我头疼 我就要她那条腿 你看着吧 我以后让她瘸着腿走路 好了好了 黑哥 你跟她家可以 可别把事情搞得太大 你得让管家再也不敢算计 也不能让柳爷和太太插手 能办到 你别管了 你看着吧 我以后就让她瘸着腿走 你看着 黑哥 黑哥 哥 你是来帮我的吗 是吗 我是来给你做主的 这饭菜是你做的 嗯 黑哥 这菜是给那管家爷做的 嗯 他一会儿就来 你不知道啊 我现在可惨了 我夜里陪那个老东西睡觉 白天还得给他做饭 来 我都知道 这么着 我一会儿跟管家带着说点事 一会儿我们俩出什么事 你别管 有哥给你做主 黑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 他一会儿真的来 你也知道 你们管家爷有多厉害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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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饭做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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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啊 来 媳妇 哦 坐这儿一会儿吃 飞飞飞的手艺不错 怎么着 你这是和我叫板的 我哪敢啊 来 喝一口 喝 哎 这不是你给我说的媳妇吗 飞飞 还喝不喝了 飞飞现在我包了 你包你的 可她是我媳妇 对吧 飞飞 我特喜欢她 我今天不走了 我让她陪我一晚上 怎么着啊 老小子 这 怎么着 你敢叫我老小子呢 孙子 爷爷现在就叫你孙子了 怎么着呢 真 真 你 非让我下了我这个抬尖是吗 你说对了 怎么着 黑狗 你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 是什么